捧着鲜花哭倒在路旁 俄罗斯佣兵团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 和一众高层23号打击失势几乎被团灭 机上7名乘客3名机组员10人5一幸免 让底下佣兵团成员顿时失去依靠 普丁说要用力调查 但据传遗体全都严重烧焦难以辨认 最终竟是一名瓦格纳指挥官 靠着普里格金残缺的左手在停尸间认出昔日领袖 外媒报道由于普里格金在苏联监狼赶营复兴期间 左手一根手指部分残缺 因此成为辨识出身份的关键 而飞机失事原因众说纷纭 包括起飞前被运上机的酒箱中藏有炸药 或被俄军防控部队击落的说法 而美国初步情报评估只指飞机内部发生爆炸 才是导致飞机坠毁的原因 三个美国公司告诉CNN 没有明显的指示是一枪 一同罹难的空姐起飞前的一篇贴文 也透露出端倪 他遇难前数小时曾向家人抱怨 飞机因不明原因延误且正在维修 甚至有可疑人士拿着手提包 跟着技术人员登机 一小时后才离开 随后飞机便失事 烧罗瓦格纳领袖 俄罗斯势必走向更加集权 却也更加不确定的未来 有目睹追击当下的民众透露 事发当时现场完全封锁 甚至医护人员都不得进入 随着一连串细节逐渐被揭露 案件越发诡异 究竟能不能等到真相出炉 全球都在等着看 在新闻有